美国海军公开驳靠在冲绳美军白摊基地的远征机动基地米格尔基斯号 米格尔基斯号今年5月开始服役 全长约240公尺 宽约50公尺 重约9万吨 拥有可容纳美国海军最大型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设备 这是全球最大美国远征机动基地舰首度驳靠冲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日首次救恒大事件发生 敦促北京以负责任的行动处理恒大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 专家表示美国很多基金购买了恒大的股票和债券 布林肯出面喊话 俨然恒大对美国的冲击已经相当巨大 亚马逊所拥有的每个月有700万用户的网路串流游戏实况平台Twitch 日前被骇客攻破 周三大币数据甚至敏感的公司文件被盗 还被匿名者贴到网站上 流失的数据包括数十万串流用户的财务讯息和串流平台的一些原代码 意大利近日遭逢极端天气袭击 导致该国西北部出现历史及暴雨 部分地区短短在12小时内就降下750毫米的雨水 降雨速度和雨量创下欧洲历史新高 并导致当地出现多处洪水及土石流 还传出多座桥梁和建筑物遭冲垮的灾情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